而且有许多方面 都是依靠着那个男人背后的家族在支撑 之所以答应他们联姻的请求 主要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彻底的让他们相信你的实力 并且从中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相信这件事情还会有转机 至于那个讨厌的家伙 暂时先不用担心 毕竟我们孙家的势力也并不是 可以被别人当做软柿子来捏的 宋小宝并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就和孙小红两个人商量了一番 仅仅是给自己家中打去一个电话 表示自己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然后就这样坐上了孙小红的车子 直接北上 孙小红这一次是自己开着车子跑过来的 因为沿途至上自己的家族 以及对方的家族 已经是完全地控制了所有的机场 以及其他的交通关口 如果想要用便捷的方式 回到家族当中 肯定会遭受到他们的阻拦 所以为了避免麻烦 为了安全起见 两个人决定 依旧还是使用这样的方法赶回去 一路之上 宋小宝都并没有去询问 孙小红那个所谓的未婚夫 究竟是有着怎样的背景 因为宋小宝觉得 孙小红似乎是对于那个家族极为的不直 尤其是对那个顽固子弟非常的鄙视 只知道对方是一个富二代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张狂 非常花心的富二代 平常的时候就喜欢去包养那些大明星 把人家玩腻了之后就一脚踢开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暴力 据说把好几个二三线的明星 都给玩得精神失常 到了最后 已经是没有任何女人敢于靠近这个家伙 名声已经臭得很 根据孙小红的估计 两个人这一路之上 至少也得需要个三四天的时间 原本旅途慢慢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的宋小宝 已经是考取了驾驶执照 所以开车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宋小宝 独自一个人在完成 而孙小红则是坐在旁边 用手指着漂亮的小宝 看向宋小宝 实话告诉我 你心里头现在是不是有些后悔 是不是有些害怕自己的事业 会因此受到打击 如果你要后悔了的话 现在就把车子往回开 我绝对不会怪罪你的 而且我保证会更加扶持你的工厂 姑奶奶 你就别试探我了好不好 你觉得 我是那种可以把自己心爱的姑娘 送到一个变态手中的人吗 就算是你不喜欢我 咱们仅仅是朋友关系 我也绝对不会看着你跳进火坑的 算你这个家伙实相 刚才你要是有半点的犹豫 我就直接一脚 把你给踢下去 孙小红得意知己地挥了一下 自己的小拳头 让孙小宝满脑袋的黑线 也幸亏自己刚才果断地回答 不然的话 这一路至上可有的罪受了 两个人 路上的时候 基本都不会去住旅馆 仅仅是购买一些应用物品 然后都是在车上度过 好在这一辆车子的 空间非常之大 休息的时候 两个人甚至可以相拥而眠 自然是要发生不少暧昧的情节 孙小宝每一次狠命地 耸动着自己身体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地想象着那个变态的富二代 有朝一日见到自己 见到自己 这个亲自给他戴上一顶小绿帽的家伙 不知道心中会做何感想 会不会直接气死 一开始的时候 路程非常的顺畅 两个人都是在商量着 要如何回去说服孙小红家族的那些掌权者 然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宋小宝就发现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了 现在他们已经是 进入到了城区当中 原本是打算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停下来吃点东西 可是宋小宝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身后已经是有一辆车子 鬼鬼祟祟地跟了上来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辆出租车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就换了另外一辆车 不过宋小宝能够非常的确定 这车一直在跟着他们 因为宋小宝已经是围着这一片陌生的街道 转了两个圈子 对方始终都是不远不近地跟着 这帮家伙该不会已经是发现咱们了吧 真是一个烦人的家伙 孙小宏精明得很 一看到宋小宝脸上的表情 立刻就猜到了这一切 所以略微地有些紧张 一会儿咱们进了巷子口 换你来开车 我会想办法偷偷地留下去 然后观察清楚 到底是什么人在跟着咱们 如果真的是 对咱们不利的 我会把他们都给收拾掉的 咱们就在街道口的位置会合 孙小宏知道宋小宝的手段 所以也就立刻答应了下来 当车子进入到了灯光昏暗的那条小巷子里的时候 宋小宝减慢了车速 然后孙小宏快速迈开大长腿 从宋小宝的身上跨坐了过去 感受着女孩子身上青春的气息 以及凹凸有致的弹性 宋小宝依旧还是留恋得很 不过这个时候却也知道哪件事情比较重要 女孩子接管了车子的驾驶状态之后 宋小宝直接就打开车门 快速地跳了下去 当车门被轻轻关上的时候 宋小宝已经是如同一只敏捷的狸猫 钻入到了旁边的一个垃圾桶的缝隙当中 一直紧紧地盯着 前面的一块空地 果然 不久之后 一辆没有打开车灯的车子 慢慢地跟了上来 宋小宝看得清清楚楚 里面总共坐着三个人 此时此刻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那个家伙 正在用手机跟某个人通话 而且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前面的那辆车 如今情况已经非常的明显 这帮家伙就是派来盯烧的 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富二代派来的 如今的宋小宝也已经是没有时间去管那么多 趁着对方的车子 马上就要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 直接就将旁边的垃圾桶 狠命地推了出去 咣当一声挡在了那辆车子的面前 车子里面的人被吓了一大跳 当他们看清楚 有个人站在旁边的时候 立刻叫嚷着从车上跳了下来 老子憋了好几天 今天恰巧来拿你们练练拳 宋小宝的出现 让几个人吃了一惊 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一路跟踪的目标人物 竟然会如此的凶悍 不仅仅没有逃跑 反而是以多敌寡地冲了上来 在他们看来 宋小宝的这种行为 简直就等同于是送死一样 就这么一个蠢货 也敢跟咱们的李大哨来比 真是够傻的 为首的那家伙冷哼了一声 然后就冲着自己旁边的打手 使了个眼色 剩下的两个人 立刻就向了宋小宝扑了过去 他们早就已经是得到了命令 在城区附近进行拦截 一旦发现孙家大小姐的行踪 不管对方的身边是谁 立刻打到半死 然后抓起来 最重要的是要留下活口 因为李大哨已经说过了 要让这个男人求生 不能求死不得 而且要把孙家的大小姐 给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这些人在各个交通的要道 早就已经是布置下了人手 而且还使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只要孙家的大小姐 接近这片城区 立刻就会被他们给发现 他们都知道 如果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肯定能够得到不少的奖赏 所以他们这一次可都是打足了精神 在这里已经蹲守了五六天的时间 终于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发现了孙大小杰的车子 虽然这个地方 距离孙氏财团的总部 还有着很远的一段距离 不过却是必经之路其中的一条 他们非常的庆幸能够在这里守着 因为只要能够把孙大小杰 身边的那个小子给抓住 然后把孙大小杰完好无损地带回去 那么他们将得到一笔非常丰厚的奖金 并且从此之后 就会得到李大哨的重用 从此之后平不清云了 他们都没有把孙小宝放在眼中 因为谁也都不知道 孙小宝这号人物的存在 在李大哨的眼中 一个乡下的臭狼中 肯定是没啥本事 既然敢跟自己抢女人 那一定就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 三个人当中 除了带头的那个以外 两个人都是有着一定的打斗经验 毕竟他们原本都是这片地区的 流氓地痞 平日的时候也都是会进行一些火拼 打架的经验可以算得上是比较丰富了 他们三个人觉得 眼前的这个瘦弱的少年 根本就不值一提 基本上轻轻松松地 就能够将对方给打倒了 可是他们却忘了 刚才那个铁制的垃圾箱 直接从半空当中掉落 砸在了他们车子之上的情形 如果他们还没有被惊喜 冲昏了头脑的话 就应该仔细地想一想 对面就只有一个人 究竟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把几百斤重的一只铁制的垃圾箱给扔了出来 所以兴高采烈的三个人 刚刚把宋小宝围住的时候 走在前面的那两个家伙 已经是每一个人都重重地挨了宋小宝一脚 直接就没有任何的防备 当场就晕倒了 过去倒在了地上 就如同是死狗一般 宋小宝有些惊讶 原本以为对方派过来对付自己的人 实力应该不错才对 可是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是如此的不济 被自己轻轻松松就撂倒了心中 多多少少的感觉 有些失望 你特么的到底是什么人 直到这个时候 领头的那个家伙才意识到了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对面那个少年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 只是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自己的两个手下 就好像是被大锤打中了一般 身子一顿 直接就趴在了地上 甚至连惨叫的声音 都没有传出来那么一点点 这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恐怖了 我是一个可以让你倒霉的人 你是那个什么李大少派来的吧 你回去给那个蠢货带个话 孙家大小姐 孙小红早就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而且我们两个人早就已经是生米 煮成了大米饭 如果她觉得 那淡颜色的小帽子 戴得很爽的话 你就让她继续待着吧 不过如果还是想要派人来捣乱的话 下一次 我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虽然我并没有伤人之心 可是我这个人一向都信奉 人若犯我是必犯人的准则 你听明白了吗 宋小宝气定神闲地说着 对方的脸色立刻就变得有些难看 虽然此时此刻 对方依旧不相信 眼前的这个家伙 有多大的本事 可是自己的两个手下 都已经是活生生地证明了 轻敌的悲惨下场 所以也只是连连地点着头 并不敢向前靠近半步 生怕一个不小心 也被人家给直接KO了 我跟你说的话到底听明白没有 宋小宝看对方不说话 忍不住地把眉头一皱 立刻就向前走了一步 一脚踢出车子的一扇门板 立刻就扭曲变形 虽然这车子非常的结实 可是宋小宝现在的力气 不知道超出普通人多少倍 而且身体肌肉和骨骼的强度 早就已经是超出了人类的范畴 这样的情况下 直接就给车子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你放心 我肯定会把话给带到 男人吓了一大跳 总算是见识到了 眼前这个家伙的恐怖战斗力 随后下意识地向后面倒退了几步 一个不小心 直接就踩在了水潭当中 做了一屁股的臭水 宋小宝脸上 带着嘲讽的笑意 随后就转过身 大摇大摆地 向着巷子口的位置走了过去 如今自己已经是给了对方 极大的心理震慑 不过宋小宝心里头很清楚 那个叫什么李大哨的肯定不会就此作罢 毕竟这些富二代都是有着一个通病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如果不当面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对方永远都觉得整个世界上他最牛 刚刚走到巷子口的位置 宋小宝突然之间听到 前面传来了一阵汽车啥瘦的声音 非常的尖锐刺耳 随后就听到了孙小红尖叫的声音 这帮家伙的帮手来得这么快吗 宋小宝弄骂了一声 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把同伙给叫了过来 当真是有点太过于轻敌了 同时快速地向前奔跑了起来 宋小宝跑过去的时候 恰巧看到了惊慌失措的孙小红 正向着自己跑了过来 脸上还带着愤恨的表情 你这个家伙到底行不行啊 差一点我就让他们给抓住了 对此 宋小宝也是感觉到有些丢脸 接下来就把一枪子的怒意都发泄在了前面 追赶过来的那十几个人的身上 能够看得出来 那个李大少的势力还真的是相当了得 在这个地方竟然能够快速地 集结出这么多的人手来对付自己 而且此时此刻 身后又一次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地开了过来 应该是从刚才的那个小巷子口转过来的 里里歪歪的总人数 足足有二三十人的样子 这一下子就把宋小宝和孙小红两个人 结些失失地堵在了里面 都怪你 刚才咱们两个人如果就这样跑掉就好了 也不至于现在让人家得堵住了 孙小红一阵郁闷 虽然嘴上埋怨着 不过还是不由自主地 向宋小宝的身边靠了一下 女人知道 此时此刻 唯一能够帮助自己渡过难关的 也就只有身边的这个男人了 而且这个男人 似乎从来都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希望 这一次也同样能够化险为夷 不用害怕 这些蠢货还阻拦不住咱们 宋小宝快速地判断了一下眼前的局势 虽然对方的人数众多 而且一个个都气势汹汹的手里头拿着家伙 不过好在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复杂 而且旁边恰巧有一个非常狭窄的位置 仅仅是能够容纳两个人并排走过去 所以宋小宝毫不迟疑地直接抬腿 将最前面的那几个家伙给踢倒 然后抢过了其中一个人手里面的球棒 带着孙小红直接就跑到了那条非常狭窄的巷子里面 这个蠢货还真的是笨的 可以竟然是直接就把自己送到死胡同里面 这一下子该着咱们立功了 弟兄们都加把劲 赶快过去把这小子给拿下 不过助理千万别给弄死了 弄死了的话可就不值钱了 刚才那个被吓得几乎屁滚尿流的家伙 直接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刻意地跟宋小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过这个时候脸上惊慌的神色 早就已经是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得意 刚才把老子给吓得够呛 有句话叫做风水轮流转 怎么样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老老实实地把孙大小姐给交出来 然后自己跪在那里磕头道歉 我们还能够留下你半条命 不然的话弟兄们可就不客气了 男人似乎是这个地方行动的头目 所以说起话来大刺刺的 旁边的那些人似乎都对他的话非常的顺从 立刻就在后面叫笑了起来 看样子行事十分的危急 宋小宝却不慌不忙 拦在了孙小红的面前 只是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手里面的那根球棒 有本事直接过来抓人 不要像娘们一样磨磨叽叽地在那里废话 我有一句话要奉劝你 如果你现在给我赔礼道歉 跪下磕头喊爷爷 一会儿我保证不揍你 宋小宝的话立刻就引起了那名男子的怒意 随后向后退了两步 冲着自己身边的那几个人喊道 都特么的在这里愣着干什么 我现在去给李大少打个电话 在我回来之前把这小子打个半死 当然千万不要伤到了孙家的大小姐 孙小红看到这样的情况 立刻开始给宋小宝担心了起来 虽然孙小红见识过宋小宝的战斗力 也知道这个家伙很有主意 可是毕竟眼前面对着的 是二十三十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他们手里面可都是拿着钢棍和砍刀的 这些东西随便有一样落在了身上 那可都是能够要人命的 所以非常的害怕 甚至打算自己出面 直接就护送宋小宝离开 反正这帮家伙不敢动自己半根手指头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孙小红心中的这块石头 马上就落地 因为前面的那几个家伙 刚刚冲过来宋小宝 已经是快速地侧过身 抡起了手里面的那根合金制成的球棒 轻轻松松地 就把那两个家伙给放倒了 之所以宋小宝选择了一个死胡同 目的就是为了 先保护住自己身后的孙小红 否则的话 父辈受敌的情况之下 就算自己有三头六臂 也都雇应不过来 虽然在这里被堵住了 看上去就好像是落入到了 绝境当中科室 宋小宝充分地利用了这里的环境 这个地方非常的狭窄 只能够同时两个人并排冲过来 也就是说不管对方有多少人手 也只能是一波一波地向自己发动进攻 这对于宋小宝来说 简直就跟开玩笑一样 前面的几个人纷纷惨叫着 被宋小宝给放倒了 身后的那些家伙们 一个劲叫嚷着想要往前冲 最可怜的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些人 达不到 宋小宝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脑袋被球棒打中 然后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到了最后 宋小宝的脚底下已经是踩了七八个人 终于冲在最前面的那几个家伙 不敢继续往前了 脸上都是露出了金木交加的表情 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才知道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并不像是传闻当中的那么踩 反而就像是一个野兽一般 此时此刻 双目当中带着冰冷的沙翼 手里面的那根球棒 早就已经是被鲜血染红整个人 就好像是来自于地狱 怎么不来了吗 刚才你们不还是挺嚣张的吗 宋小宝虽然心中略微有些焦急 不过脸上却始终都是保持着淡定从容的表情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越是不要让对方发现自己惊慌 不然的话 他们肯定会一鼓作气地冲上来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自己 真的勇敢过人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 二三十个人的冲击力 到最后还是要被他们给抓住 所以宋小宝尽量地表现出一副淡然的神色 同时开始琢磨着 要如何在震慑住对方的情况之下 把孙小红先给送出去 只要孙小红安全了 那么自己随随便便就能够逃脱 对面的那些家伙 在领头男子的催促之下 又一次向着宋小宝发动了重击 他们手里头的刀枪棍棒 顶多也就只有不到一米的长度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宋小宝带来 有效地打击 反而又留下了几个人摔倒在地 生死未知 宋小宝在打斗的过程当中 最大限度地保存着自己的体力 因为不知道这场战斗 还要继续多长时间同时 也开始留意着周围的情况 很快宋小宝就发现 在自己左侧不远处的一块地方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面墙出现了一个缺口 距离地面 也就仅仅两米多高的距离而已 如果自己能够把这帮家伙给逼退 然后冲到那里的话 就带够把孙小宝直接给送到那面墙上 只要孙小宝翻了过去 自己绝对可以轻松地逃离 这帮家伙们一直都挤在这里 想必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机会 可以快速翻墙追赶 想到这里 宋小宝已经是瞬间地打定了主意 宋小宝心里面很清楚 这帮家伙们堵在这里 一直迟迟地不肯冲上来 主要是因为惧怕自己的实力 而且他们肯定也会找来大量的援兵 如果真要拖的时间太久的话 他们再来上几十个人 自己可就真的是插翅难逃了 一旦被那个李大哨比抓住 估计自己是难逃一死 而且还会死的 可难看 宋小宝快速地冲着身后的孙小红 使了个眼色 示意对方一定要紧紧地跟着自己 孙小红虽然不明白 宋小宝究竟打算做什么 不过却也是非常顺从地跟了上来 对地面上那些想要摇晃着站起身的家伙们 狠狠地踢了几脚 并且嘴里头还横横地骂了一句 让你们这些混蛋助纣为虐 让你们想要抓我 宋小宝根本就没有去顾及身后的情况 宋小宝有着足够的信心 那些已经被自己打倒的家伙们 没有个把小时 肯定是不可能站起来的 同时宋小宝快速地向前冲了几步 前面的那些家伙们一看宋小宝凶神恶煞地冲了过来 一个个早就已经是吓破了胆 他们根本就不敢让宋小宝靠近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家伙的战斗作风实在是太过于凶狠 手里面那根合金的球吧 就如同是长了眼睛一般 会立刻攻击到敌人的要害之上 而且出手毫不留情 能够直接把人给砸昏过去 甚至他们已经听到了 不下于十几次骨头断裂的声响 宋小宝知道自己的计划马上就要达成了 只要耐够把眼前的这帮家伙们 给逼退个两三米的距离 就能够来到那一处矮墙的边缘 到了那个时候 就能够让孙小宝先脱离虎口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之前 那个领头的男子 又一次在后面跳脚骂了起来 你们这些蠢货 难道就这么点能耐吗 平常的时候吹牛 逼一个顶俩 真到了李大少用了你们的地方 一个个都变成了软脚虾 今天要是让他们给跑了 你们谁也别想过什么舒坦日子 都给我往前冲 只要没死的 重重有赏 被这么一喊 领头的那几个家伙 立刻就直接狂吼着 向着宋小宝反冲了过来 宋小宝刚准备转过身 让孙小红爬到自己的肩膀上 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是变得如此勇猛 心中意识之间有些恼怒 直接从自己的腰间 摸出了几根银针 抖手就甩了出去 这一招可以算得上是非常的有效了 走在最前面的那几个家伙 身子一软 直接就摔倒在了地上 因为宋小宝甩出的 这几根银针上 可都是沾染了麻药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方的症状 马上就被身后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毒针见血封喉 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 都赶紧给我滚蛋 不然的话 可别怪老子出手不留情面 宋小宝这么一喊 眼前的这些家伙们直接就被吓破了 胆战 也顾不上什么奖赏和惩罚 没命的就往后推撒 以至于剩下来的这十几个人 瞬间就向后面撤离了五六米的距离 他们只是非常紧张地 堵在了巷子口的位置 防止宋小宝和 孙小红逃跑 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冲了上来 那个领头的男子又是一阵破口大骂 不过却并没有人搭理他 踩着我的大腿 然后爬到墙上翻过去 这样咱们就能够离开 宋小宝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几根银针 居然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想也没想 就踩踏在那几个倒下来的人的身上 然后冲着身后的孙小红挥了挥手 孙小红稍微犹豫了一下 立刻迈开大长腿 也学着宋小宝的样子 踩在了那几个倒霉蛋的身上 然后让宋小宝拖住了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用力地往上一送 整个人惊呼了一声 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矮墙的墙头 快阻止他们 他们想要跑 那个领头的男子 看到宋小宝这样的动作 立刻就明白了 刚才宋小宝肯定是在吓唬他们 所以立刻催促着这些打手上前 虽然他们心中害怕 不过最终还是乌泱乌泱地冲了过来 宋小宝心中着急 直接用力地向上提了一把 感觉手掌好像是接触 在女人两腿之间某个柔软的地方 孙小红羞怒地叫了一声 加紧了双腿 不过整个人就如同腾云驾雾一样 坐在了墙头之上 我不敢跳啊 实在是太高了 孙小红的话 让宋小宝心中一阵郁闷 这个时候 领头的几个人 已经挥着砍刀 向自己冲了过来 如果不赶紧趁着这个机会逃跑的话 用不了多长时间 肯定是被 他们给乱刀砍死的 想到这里 宋小宝直接就 伸手在自己的腰间摸了一把 假装要扔出银针 果然 对方的动作立刻停顿了下来 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开始拼命躲闪 宋小宝快速踩踏在了砖头的缝隙之上 直接就当着众人的面 跨过了墙头 动作之快令人扎折 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 等到这帮家伙冲过来的时候 宋小宝已经用手揽住了孙小红柔嫩的腰肢 在一声惊呼声中直接从墙头跳了下去 所有人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眼睁睁的看着宋小宝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 这个时候领头的那个家伙立刻跳脚骂了起来 你们这群混蛋还不赶紧去给我追 剩下的那些人立刻七手八脚的搭起了人梯 想要穿过这面墙 领头的那个家伙 七级败坏地想要爬上墙头去查看一下究竟 心里头想着那个宋小宝 刚才从墙上直接就跳了下去 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摔伤了 却不料刚刚探出头来 突然之间就看到了一个满脸笑意的年轻人 领头的家伙一看到宋小宝脸上的笑意 立刻下意识地就想要躲闪 却不料对方的动作更快 直接一抖手 半块砖头挂定风声 直接就砸在了那个家伙的鼻子上 啪的一声干净利落 这一下子直接就鼻血长流 从人群的上方掉落下来 大家小心 那个家伙还没有跑远 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剩下的人都已经是没有了胆量 赶翻过墙去了 毕竟他们都并不知道对方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守在墙根底下 等到他们等了三十秒钟过去 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这才壮着胆子爬上了墙头 等到他们看向远处的时候 这才发现 两个人早就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孙小红气喘吁吁地被宋小宝拉着 一直向前奔跑 对于这片地区 宋小宝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也就只能是拼了命地 往人多的地方跑 对于这种事情 宋小宝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知道要怎么做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 自己不被人家给抓到 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 没想到你这个家伙 最近一段时间能力见长啊 要不是你的话 咱们两个人可都要被他们给抓去了 女孩子一边跑着 一边忍不住地夸赞 宋小宝脸上带着得意之极的笑意 时不时地向着身后 看上两眼宋小宝 知道这帮家伙 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用不了多长时间肯定还会 再一次地找上来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 必须要趁着夜色赶紧找一处藏身之地 好好地休息一番 养足了精神之后 再想办法继续离开 你家族距离这里还有多远啊 看样子 咱们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过去了 这些交通要道 应该都已经是被他们给控制住了 看来你说的那个废物点心 李大少爷似乎也有一点点能耐啊 宋小宝忍不住地挖苦嘲笑 旁边的孙小红也是颇有些无奈 那个家伙 对后的势力自然不会太差 否则的话能够跟我们孙氏财团联姻吗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从这里出发的话 就算是咒服夜出 估计有两天的时间也能够到达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就等到半夜 然后想办法离开这里 宋小宝微微地点了点头 前面已经是出现了 大量的人群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还算得上是比较的繁华 只要钻入到人群当中 也就不用担心会被他们发现了 而且宋小宝为了最大限度的 能够甩掉后面那些可能存在的尾巴 直接就带着孙小红 跑到了一家卖衣服的服装店里面 这是一条比较老旧的商业街 到里面的那些门店并不是特别的高规格 孙小红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感觉自己好像对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都这个时候了 您就别矫情了 赶紧把身上的衣服换一换 想办法给自己乔装打扮一番 这样一来 那帮家伙就没有办法找到咱们了 两个人快速地进入到了服装店当中 之所以宋小宝选择这个店铺 那是因为 这个时候的店铺里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只有几个小服务员正在闲聊天 看到有顾客过来 马上就围了上来 打起了招呼 宋小宝气定神闲 假装是带着女朋友随意闲逛 然后就和孙小红 每人挑选了一件 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衣服 进入到了十一间当中 快速换好 把钱给交了之后 直接离开 此时此刻的两个人 已经是完全地换了一身行头 而且宋小宝还特意地 给每个人都挑选了一顶帽子 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不是来到 他们两个人面前仔细辨认 根本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发现 完成了这一切之后 宋小宝摸了摸自己 有些干瘪的肚子 觉得有些饥饿 同样孙小红也是有些饥饿男人 这个地方人流量非常的大 找个小馆子吃点饭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宋小宝和孙永红两个人 遭到了街道拐角处 一间毫不起眼的小馆子 此时此刻 这个小馆子里面却热闹非常 两个人直接就进到了 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子 坐了下来 随意地点了一点东西 孙小红看到这里面的环境 又一次地忍不住地小声地抱怨了起来 不过也已经是饿得很了 等到老板端上了两碗面条之后 这女孩子已经是毫不顾及形象的大口 吃了起来 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 大姐 你慢点吃行不行 你这种吃法 很容易引起注意的 宋小宝一边同样大口地挑着面条吃 一边忍不住地出言调侃 果然这个时候 旁边桌子上坐着的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 已经是向着他们看了过来 而且已经有人开始对着孙小红 做起了不雅的动作 变态 流氓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赶紧吃完了 离开这里 本来孙小红还想要再吃一碗 可是被刚才那几个人看了一眼之后 立刻就觉得胃口一阵翻腾 最终 也只能是催促着宋小宝 赶紧吃完离开 那么的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敢骂我们 对面桌子上的那几个人 一看就是平时优手好闲 总喜欢找麻烦的主 耳朵倒也非常的灵敏 听到了孙小红骂他们之后 立刻就有人站起身来 一是汹汹地走了过来 看样子 竟然是打算出手教训一番 宋小宝心中暗自地叹了一口气 本来自己可是不打算找麻烦的 毕竟现在可以算得上是危机四伏 哪怕是闹出一点点的动静 都有可能被人家给发现 所以立刻在脸上堆起了笑意 这位大哥 刚才你们听错了 大家都是出来吃饭的 没有必要伤和气对不对 对面的那个家伙 听到宋小宝这么一说 脸色略微地缓和了起来 不过随口又不敢不静地说了一句 你这小子倒也挺实相的 不像这个小嫂娘们 牙尖嘴利的 出门在外 说话要客气一点 不然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自己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听到这里 宋小宝本能地皱起了眉头 对方接二连三地依依不饶 实在是有些太过分了 刚准备回上两句 旁边的孙小红已经是按耐不住 立刻拍案而起 白生生的手指几乎都戳到了对方的脸上 骂谁呢你 没爱过揍是吧 宋小宝 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欺负你的女人吗 这一下子 整个饭店里面吃饭的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来 宋小宝本来也是窝里一肚子的活 如今看到姑奶奶生气了 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果然 对面的那几个男子 听到了孙小红的话 立刻就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抡桌子摔板凳 就要动手 宋小宝出手如垫 直接就接住了对方扔过来的凳子 随后在他的胸口 直接雷了一圈 对方原本根本就没有把宋小宝放在眼里 因为在他的眼中看来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战斗力 不超过时的渣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挨了一下之后 当场就疼得晕了过去 剩下的几个人借着酒劲 想要把宋小宝直接放倒 可是宋小宝对付这种市井流氓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迎着对方的下巴 啪的一声 直接就砸了过去 对方的下巴 顿时就呈现出脱臼的状态 整个人也失去重心 直接摔倒在地 剩下的两个人 终于是发现 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特么的 算你们狠 领头的那个家伙 立刻向后退了两步 不敢靠近宋小宝 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战斗力 不过也是经常混迹于街头之间 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惹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 宋小宝深藏不露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尊严和面子什么的都并不重要 免于爱上一顿狠揍 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立刻弯下身子 带着自己两个 被打得晕倒过去的同伴向外走去 老板 这是给你的饭钱 还有对方破坏的桌椅板凳的 宋小宝知道 既然已经伸道出了动静 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必要继续地停留下去 所以立刻掏出钱来甩给饭店的老板 就拉着孙小宝离开 这才像样子嘛 有些人不打他就是浑身难受 孙小宝得意洋洋地 看向那几个地痞流氓离开的方向 忍不住地大了声音 宋小宝在旁边不置可否 两个人都并没有发现这几个人 虽然刚才是转身离去了 不过马上就停留在了 胡同口的一个转弯的地方 你把他们给我好好的看住了 看看这一对狗男女 一会儿住什么地方 回头我召集了人马 把他们好好的收拾一番 竟然敢公然反抗 老子真的是活腻歪了 刚才领头的那个男子 直到现在腿肚子还有些哆嗦 也幸亏自己刚才跑得快 不然的话 肯定也没有力气站得起来 不过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件事情 对于自己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耻辱 自己在这个地方 好歹也混迹了好几年 这些小商小贩啥的 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 可是今天却灰溜溜地 让人家给吓跑了 如果以后还想要在这个地方 继续作威作福的话 必须要好好地报复一番 虽然对方的实力比较强 但是自古双拳难敌四首 只要自己把平常认识的 这些兄弟们都给叫过来 把对方堵在屋子里面 到时候 他们就算是插翅 也难逃了 宋小宝一直都在专注地 去寻找可以住宿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出现了一个破旧的小旅馆 看上去应该还会有房间 因为楼上有好几个屋子 都没有亮灯 应该是没有人住的 宋小宝看了一眼旁边的孙小红 对方脸色虽然有些难看 不过这个时候 也已经是顾不得这么多 只能是点了点头 然后就黑着脸 跟在了宋小宝的身后往前走 这位美女 还有空房间吗 给我们来一间 如今 宋小宝公然地 要和自己住一间房 孙小红听了之后 心里头莫名其妙地 产生了些许的涟漪 虽然两个人早就已经是有过 数次亲密的接触 不过被宋小宝 这么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也是有些羞涩 嘴真甜呀 人家都让你叫得 有些不太好意思了 胖得一塌糊涂的 那个女服务员 这个时候已经是在脸上 堆起了些许的笑意 只不过 那脸上的雀斑 几乎都能够遮住 大半张脸 虽然插了不少的粉底 不过却依旧是 难以遮掩得住 宋小宝嘴甜 主要是因为 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 住店的话 必须要提供身份证明 两个人至少也要提供一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就只能是 想方设法的讨好关系 毕竟 如果留下了身份证信息的话 说不定那帮家伙们 就会查到这里 以他们的实力 也未必不能够做得到 我们两个人是来这里旅游的 由于路上不小心 把身份证都给弄丢了 所以你看能不能够通融一下 就暂时的 让我们住一晚上 这可不行啊 小帅哥 毕竟这个店可不是我自己的 回头要是有公安局的人 查起来的话 我这饭碗保不住不说 还要连累老板 这里给关门了 这要是没有身份证的话 你就不能够住在这里 女人的脸色有些为难 一方面也是非常喜欢 眼前这个满脸笑意的小帅哥 同时也有些极度站在 宋小宝身后 那个脸色不悦的年轻女子 因为对方不管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能够完美的秒杀自己 我们多给你房钱不就行了吗 孙小红懒得啰嗦 直接就抽出了几张百元大钞 堆在了柜台上 然而这个时候 那个胖服务员 却仅仅是瞥了一眼几张票子 从鼻孔里面哼了一声 脸上的肥肉都开始哆嗦了起来 好像是生气了 有钱就了不起了吗 要不是看待这位小帅哥 说话诚实 和蔼可亲的份上 我都懒得搭理你们 没有身份证就别想住店 谁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孙小红气的就要上前理论 不过宋小宝雪伸手暗自拉住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旅店 如果就这样半途而废的话 又将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而且继续在街上闲逛的话 遇到那帮家伙们的几率 将会变得无限大 这个时候 必须要赶快想办法 解决住宿的问题 想到这里 宋小宝心中已经是有了主意 随后满脸堆笑的 把柜台上的那几张钞票 给收了回来 我这朋友说话的语气有点臭 你千万不要见怪 我看你天生丽质 而且身段也丰满 不过你这脸上的雀斑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瑕疵 让你的整体形象下降了不少 宋小宝说这一番话的时候 胃里头一阵翻腾着 女人脸上油腻腻的 几乎都快要低了下来 而且身上不知道抹的什么廉价的香水 隔着好几米远 都能够把人给熏死过去 谁说不是呢 老天爷有的时候 就是喜欢开玩笑 给了我这么完美的身材 却偏偏让我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小瑕疵 女人似乎特别喜欢跟宋小宝聊天 已经是把刚才的不愉快 都给完全地忘记了 宋小宝心中暗自得意 然后就凑进了柜台 一脸神秘地说道 我这里有祖传的方法 能够去除脸上的雀斑 不如我给你试一下怎么样 女服务员听完之后 立刻有些不太确定地 看了宋小宝一眼 小帅哥 你可不要为了能够住店 特意地讨好我呀 你可知道 我这张脸已经看过了 无数的大夫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偏方 都是不见好转 你真要是 耐够把我脸上的雀斑给去了的话 别说是让你住店了 你让我干啥都行啊 女人一边说着 一边抖动着身上的肥肉 给宋小宝抛去一个惨无人道的魅眼 宋小宝勉强地接了下来 感觉自己已经是憋出了内伤 站在身后的孙小猴 也差一点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赶紧转过脸去 这才勉强地忍住了 我从来都是有一说一 你脸上这种症状 应该不是天生的 而且也就是最近几年才长出来的 对不对 被宋小宝这么一说 女人立刻欣喜万壮地扭动着肥瘦的腰身 从柜台里面走了出来 身后的凳子发出了一声长嘘短叹 似乎是终于能够喘上一口气 看着女人的臃肿不堪的样子 宋小宝也是暗自摇头 不过为了今天晚上 能够顺利地找到地方休息 而不被别人追查到 也就只能是强忍着 依旧堆起了笑意 看上去人畜无害 你要怎么给我治啊 胖胖的女服务员看了一眼周围 并没有别人 不过看上去这个地方 也并不适合治病什么的 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都行 比如说空房间什么的 宋小宝已经开始下了圈套 果然 那胖服务员立刻上钩 扭着肥瘦的臀部 就在前面带路 脚底下的楼梯 发出一阵滋滋嘎嘎的声音 让人忍不住的有些担心 这些楼梯会不会直接断裂开来 终于来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口 女人拿出房卡 把门打开之后 打开了电灯 这是一个标准的双人间 里面的东西虽然简陋 不过倒也是因应俱全 宋小宝也没有过多的啰嗦 直接就让胖女人坐在了床上 然后就强忍着鼻子里面钻入的那一股 有些刺鼻的香水味道 把女人脸上的那一层粉底给擦干净之后 开始摸起了自己身上的那几根银针 这可是宋小宝仅剩下的几根啊 快速的在女人的脸上扎了起来 女服务员感觉自己的脸上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叮咬 不过看到宋小宝那一副专注的帅气模样 又忍不住的开口打扰 就这样一脸花痴的看着 仅仅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宋小宝已经是快速的收起了手里面的几根银针 然后告诉胖胖的女服务员 你去洗手间把脸好好地洗干净 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女人将信将疑地走进了洗手间 随后就发出了一声惊呼 因为女人这个时候的脸上 已经是流出了些许黄色的液体 看上去恶心至极 你把我的脸怎么了 我长得这么娇俏可人 要是被毁容了的话 你可要陪我 你要给我负责一辈子 孙小红在旁边几乎都快要笑喷了 宋小宝美好气地回了一句 你要是还不赶紧闭上你那嘴 把脸上的东西给洗干净的话 我保证你这张脸以后就没法看了 里面立刻就传来了水龙头的声音 随后女人正在奋力地洗着脸色的那些粘稠的液体 大概两分钟过去之后 女服务员一边擦着脸 一边看向镜子 天哪 我脸上的这些色斑真的已经是淡了不少 你这个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怎么有这么神奇的手段 这让我如何感谢才好 看样子 那胖服务员这个时候已经是激动万分了 扭着肥瘦的身子向宋小宝蹭了过来 似乎是恨不得能够直接以身相许 感谢什么的也就用不着了 你给我们开一间房就行 房间的费用我们照付 宋小宝深吸了一口气 赶快远离了那个胖胖的女服务员 感觉如果对方继续在屋子里面 待上一段时间 恐怕自己真的就会被直接给熏死了 就只有这么些要求啊 胖胖的女服务员有些失望 不过还是非常配合的 把房间的门卡直接留给了宋小宝 并且并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终于把这个胖胖的女服务员给送走了 宋小宝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并没有着急关上门 而是赶紧把窗户给打开 想要把这屋子里面的空气 给好好地换一下 刚才这女的好像是看上你了 你要不要下去好好地聊聊 宋小宝给女人治病的过程当中 孙小红始终都在旁边 忍不住地要发笑 这个时候自然是要好好地调侃一番 宋小宝美好气地说道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刚才我可是忍住了 恶心才没有吐出来 这位大姐平常的时候 肯定是吃了不少的垃圾食品 所以都在脸上表现出来了 好不容易给解决了一些 宋小宝随手把门关上 然后就来到了窗户的边缘 就把窗帘给拉了上来 向着外面滋滋细细地看了半天 这才松了一口气 直接仰面倒在了床上 你还记得不久之前 咱们两个人一起进城的时候吗 宋小宝被孙小红的话 直接就勾起了回忆 那个时候自己可是被这个女人 给抓了一个天大的把柄 不得已 只能是在女人的胁迫之下 去给那个老头子看病 虽然当时的情况下 让宋小宝非常的无奈 而且有些生气 可是不管怎么样 那十万块钱 也的的确确是孙小红给自己的 正是因为有了那十万块钱 或者说因为那次进城的经历 才让宋小宝彻底地开始蜕变 以至于现在 已经是拥有了一个 正在建设当中的大型的制药工厂 我当然记得 而且我记得当时的你 可是根本就不让我碰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宋小宝早就已经是按耐不住 直接就向着女孩子扑了过去 孙小红也并没有抵抗 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 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 而且两个人之间 早就已经是有过数次的暧昧经历 马上就已经是 进入到了正体当中 却不知道此时此刻 那个胖胖的女服务员 已经是捏手捏脚地回来了 同时贴在了门缝上 喘着粗气听着 屋子里面两个人的声音已经是变得更加清晰 而且孙小红也已经是顾不得自己大家闺秀的身份 高一声低一声地吟唱了起来 惹得宋小宝更加热血沸腾 这对狗男女 胖胖的服务员面红耳赤地直接从门口离开 挪动着自己肥胖的身躯下了楼 孙小红问宋小宝和他表妹的事情 宋小宝支支吾吾的半天 说不出个所以然 看到宋小宝那支支吾吾的样子 孙小红忍不住吾嘴笑了起来 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子倒贴 上一次我的表妹小飞 被你给那啥之后 有没有偷偷地找过你 宋小宝脸色大炯 赶紧解释 上一次在山谷当中 我很感谢你们 姐妹两个人一起救了我 而且用的还是那种方式 不过你应该知道 我心里头只有你一个 说到这里 宋小宝都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了 因为这语气当中 可实在是没有什么自信 你这个家伙不用骗我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村子里面 和那些女孩子之间的风流事 我敢说在你的工厂里面 打工的那些女人 有一大部分 都和你有一腿 对吧 宋小宝吃惊不小 要知道这个孙小红 去自己村子的次数 并不是很多 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看得出来 有不少女人 和自己有着暧昧的关系 其实我也并没有要怪罪你 这正能够充分地 体现出你的优秀 不过我早晚有一天 要把你从那个村子里面 带出来 让那些女人 再也没有办法见到 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宋小宝不想回孙小红的话 对着窗户 练起了功法 凭空地打了几圈 大量的进气激荡而出 那窗帘呼啦一声 直接就被扯成了两半 原本孙小红是想要埋怨几句的 可是看到宋小宝这副样子 也是被吓了一跳 你没什么事吧 孙小红想到了 上一次宋小宝症状发作的时候 可是非常的危险 宋小宝体内鼓荡不已的气息 这个时候已经是渐渐变得平缓了起来 看到女孩子的样子 立刻就有些错愕 不过随后就把女人给抱在了怀里面 傻丫头 以后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了 还得多谢你 让我的实力又增加了不少 上一次的事情过去之后 宋小宝曾经隐隐约约的向女孩子透露过 自己正在练习一种独特的功法 所以才会导致出现了那样的情况 看待你实力又增强了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算账 不过以后 你还要这么冷不丁的吓人 真是讨厌 两个人正在打情骂俏的时候 宋小宝却突然之间 把手指头贴在了孙小红的唇边上 孙小红并没有看到宋小宝的表情 还以为宋小宝是在挑逗自己 张嘴轻咬指头 宋小宝有些无语 然后就轻轻地把孙小红的脸 凑到了自己的嘴边 外面好像是有什么动静 我要到窗户边上去看一眼 女孩子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羞红着脸 把宋小宝的手指头松开 然后就一脸紧张地 看向窗口的位置 宋小宝如同是一只灵巧的狸猫一样 从床上翻了下去 就这样光着脚来到了窗户的边缘 拉起了窗帘的一角 向外面看去 就在这个时候 有几道人影 正快速地向着门口的位置 跑了过去 在不远的地方 有几辆车子 虽然呈现出熄火的状态 可是里面却有人在抽烟 摆明了这伙人 刚刚来到这里不久 那么的 这帮家伙的鼻子 还真是好使 这么快就已经找到这里来了 宋小宝一阵郁闷 快速地催促着孙小红 把衣服穿起来 女孩子似乎是已经习惯了 这样紧张的状态 赶紧把自己的短裤套上 然后穿上牛仔裤 这帮家伙 现在正在往咱们的房间里冲 咱们没有必要和他们正面相抗 直接从窗户上跳下去 一会儿我先下去 然后接住你 你不用害怕 千万不要耽误时间 宋小宝立刻就按照 眼前的情况制定了计划 不由分说 一脚踹开了窗户 整个人就这样 从二楼的窗户上翻了下去 轻飘飘地落地 几乎是没有发出 什么太大的声音 远处的几辆 车子里面立刻就有人影攒动 周围扑过来五六个人 这帮家伙的准备 还算是比较充分 竟然在外面设下了埋伏 当然这一切 宋小宝早就已经是想到了 快跳下来 别磨磨蹭蹭的 一会儿 他们就要到房间里面抓你 宋小宝在窗户底下 焦急地喊着 远处的那几个家伙 都已经是快要靠近了 可是孙小红就这样 甩开自己的大长腿 跨坐在二楼的窗户上 脸上的表情有些犹豫 似乎是不敢从这么高的地方 往下跳 好高啊 我很害怕 万一你接不住我怎么办 宋小宝急得都快要疯了 那几个人马上就要冲过来 如果孙小红还磨磨蹭蹭的 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逃跑了 这个时候 房间的门 已经是被人粗鲁至极地推开 然后几个凶神恶煞的人冲了进来 孙小红惊叫了一声 身子向后一歪 就这样从二楼的窗户上跳了下来 宋小宝深吸了一口气 就这样微微地把腿曲了起来 伸出手臂 结结实实地把女孩子给抱了起来 虽然女孩子也得有将近一百斤的样子 不过好在二楼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宋小宝此时此刻 身体当中力道灌注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 就在女孩子刚刚投入到了 宋小宝怀抱的那一瞬间 已经是有两个人当先冲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向女孩子下手 反而是抬腿 就向宋小宝踢了过去 宋小宝微微地挑了挑眉毛 手里面抱着一个女孩子动手 有些不太方便 所以第一时间就向着旁边跑了出去 甩开大步 没有半点的停止 只不过可惜的是 其他的人也都已经是围了上来 他们都是出手狠辣无比 根本就没有去管宋小宝的性命安危 真是烦人啊 宋小宝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声 然后就直接把自己怀里面的女孩子 快速地甩了起来 孙小宝啊地叫着 感觉自己的脚就这样 踢到了某个人的脸上 然后就听到了对方的一声惨叫 不要害怕 宋小宝就这样把孙小宝 横着抱了起来 就如同是当作一件人形的兵器 对方靠近之后 就立刻把孙小宝抛出 孙小宝的一双大长腿 当真是妙用 无穷踢倒对方之后 立刻就会让对方人仰马翻 就这样 十几秒钟的功夫 宋小宝就已经是放倒了 自己面前的这五六个人 远处车上的两个司机 这个时候正开动了汽车 向这里快速地冲了过来 宋小宝想也没想 赶紧向着旁边的小巷子里面冲了进去 旅馆里面的那些人气急败坏地 又倒退了回来 他们可不敢像孙小红一样 从二楼的窗户上跳下来 原本他们的计划完美无缺 得到了线人的举报 找到了这个旅馆 只要有一部分人冲入到房间当中 把房间给堵死 然后看其他的人在外面进行 把手里面的两个人 肯定都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宋小宝竟然是如此的警觉 就在他们刚刚跑到楼里面的时候 居然是从窗户上跳了下来 而且啥事都没有 最关键的是 宋小宝在抱着一个女人的情况下 还能够勇猛无比 直接放倒了他们守在外面的人 这让他们又一次错失的良机 宋小宝这样的做法 又一次的让他和孙小红 有了喘息的机会 那两辆车子 原本都是非常的宽大 所以这狭窄的胡同 根本就开不出去 反而是直接卡在了胡同口的位置 宋小宝趁着这样的机会 把孙小红给放了下来 两个人直接在胡同里面 左拐右拐地跑了一阵 大街上这个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了人影 毕竟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 这帮家伙挑选的时间 还真的是极为的贴切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孙小红这一次 真的有些紧张了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自己的行踪 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地 被别人给掌握 刚才如果不是因为 宋小宝反应迅速的话 只怕已经是被他们给抓回去了 如今看来 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肯定是不可能了 这帮家伙现在肯定还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搜查 咱们只能是想办法 偷偷地离开这个城市 宋小宝提出了这个意见之后 自己也是皱紧了眉头 因为宋小宝并不知道该如何去执行 如今看来 想要离开成都 就必须要借助交通工具 对方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是把守住了城里面的交通要道 打车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了 那个什么狗屁李大哨到底是什么来头 咱们刚刚进城 就被他们给发现了 难道说 他们和政府的警务人员也有瓜葛 宋小宝带着孙小红来到了离开这座城市的主干道之上 这才发现 在大半夜的 竟然是有不少的有人员正在查车子 这摆明了 就是在针对他们两个人 这并不奇怪 他们李氏财团的实力 也并不输给我们孙氏财团 本来这个城市就有他们的许许多多的投资项目 能够买通公务人员也很正常 孙小红也是颇有些无奈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真是没有料想得到 如今看来 两个人想要离开这座城市 似乎已经是难上加难 可是继续留在这里 早晚都会成为瓮中之鳖 被那帮家伙给抓到 看来今天晚上能不能出去 就得靠他了 由于现在已经是将近夜里三点钟了 这个时候天已经是微微的有着些许亮光 那些清扫道路的垃圾车 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 宋小宝看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是有两辆清扫车 离开了这个城区 向着郊外的方向行驶而去 应该是去清倒垃圾 或者是干别的事情 也就是说 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够找个机会 搭上这垃圾车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够离开这城市了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正在进行盘查的这些公务人员 远远的就看到了 缓慢行驶过来的一辆垃圾车 车上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开车的司机把自己的证件拿了出来 脸上的神色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很快就通过了检查 公务人员挥了挥手 垃圾车就这样直接离开了城区 就在这个时候 坐在这些公务人员的执法车里面 有几个黑衣男子 正在百无聊赖地打着瞌睡 你们李大公子想要找的人 到底在不在这城里面啊 这马上就要天亮了 我手底下的这些弟兄们 可都是要下班的 一个身材略微有些臃肿的胖子 趴在了窗户上 语气当中带着些许的抱怨 我们少爷绝对不会亏待你这帮兄弟 少爷早就已经说好了 这几天让你们多辛苦一点 完事之后 每个人的酬劳 不会低于这个数 而且你之前看上的那套房子 很快就会有钥匙 胖子听完之后 脸上立刻就堆起了笑意 就如同是绽放的花朵一般 然后就连连点头 垃圾车离开了城区之后 就已经是加快了速度 很快就向着一处 垃圾填埋场行驶而去 司机并没有留意到 车子在减速进行转弯的时候 有两道人影 一前一后地 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宋小宝摘下了 捂在自己鼻子上的那块布 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臭烘烘的 旁边的孙小红 更是一脸的厌恶 用纸巾不停地擦着 自己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 你这个主意好是好 可就是太脏了 远处的天边 已经是亮了起来 宋小宝站在路边准备拦车 到了这个时候 这条公路上的车子 已经是渐渐地多了起来 而且非常巧 有一辆出租车远远地开了过来 虽然车上原本已经有了一个乘客 但是搭顺风车多收钱这种事 出租车的司机根本就不会拒绝 你们两个这一大早的 难不成是去偷垃圾了 身上怎么这么大味儿啊 司机一脸疑惑地转过头 看着这一男一女 看上去穿着的也都是非常的 时髦 为啥身上会传出阵阵的恶臭 宋小宝也只能是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抽出了几张百人大钞递了过去 再也没有任何的疑问了 抓紧时间睡一觉吧 我想暂时咱们应该已经安全了 那帮家伙肯定还觉得 咱们都在城里面没有出来 宋小宝凑到了女孩子的耳朵边上 小声地说着 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孙小红的身上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